妮可棒 棒 大家好 这里是妮可 我从1月份开始到5月末 这段时间我一直都在努力工作 天天向上 就是没有去追他们的行程 所以在大家问我 化追星妆的时候呢 我是有一点懵的 感觉好像没什么可以教给大家 但是 我在6月1号到6月3号呢 就连续看了三场演唱会 然后呢 我很用心 我真的很用心 快来夸夸我 三天都用了不一样的底妆 化了不一样的眼妆 然后综合了一下 这三天的一个妆容感受 结合了一下 来出了今天这个 我觉得是真的比较实用 而且是挺好看的 一个追星妆容来分享给大家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预计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长的视频 因为在这个妆容后面呢 还会放一个 我的那个追星的vlog 我那三天去看演唱会的一些 呃现场 那如果你对这一期的视频 那有感兴趣的话 就请继续往下看吧 请不要忘记多给我一些 胆布硬币收藏 还有分享 那我这三天用的粉底呢 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为了测试一下 我手上的哪一个粉底 我觉得是比较适合 演唱会这种场合 那其实看完这三场下来呢 我个人觉得 演唱会的妆容最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经得起摧残 要经得起可能泪水 还有汗水的洗礼 不仅是你的汗水 还有别人的汗水 那第三天呢 我就是用我的真爱粉底液 Gucci的这个 因为我是用过它去看那个 Fanmitting好几场的了 然后我觉得它表现效果不错 我就把它留到了最后做测试 果然不出我手料 还是这么的好用 超过12个小时 它也不可能在你的脸上还很完美 就是整体对比来说 比我前两天用的那些表现力都要好 因为我们的底妆一定要经得起摧残嘛 所以一定要少量多次叠加上妆 不然你一下子就很多的话 你的粉根本就不贴脸的 这次去看演唱会呢 我就只带了这两个遮瑕产品 一个是开封地的这个L11的色号遮瑕页 另外一个就是马车的这个 为什么会只带这个呢 因为我很确定的是 我在之前去看Famiting的那段时间 都是用的这两个遮瑕产品 特别是用开封地的这个来 遮黑眼圈很持久 而且遮瑕力很强 稍微有一个小缺点 就是时间久了 它还是会有一点点干 拿出来之后要在手上弄一下 不然的话就是用量太大了 也会不服贴 脸上的小瑕疵呢 就用这个马车的 订装的产品呢 是这个一大饼 那我知道这个产品呢 真的有一点贵 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 抱歉 我这次带了这个比较贵的 但是呢 我今天是有准备两款价格 比较正常一点的产品 来给大家推荐的 也是定妆效果 特别特别好的产品 一个呢 是这个上次用过的季凡希 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我的视频里面 很久都没有出现过的 这个Royal Meshire的 这个定妆散粉 透明定妆散粉 定妆效果也是一级棒 我一般就是会定眼皮 眼下 鼻翼 就是这些最容易脱妆 而且是最容易被衬到的区域 特别是这个外轮廓 哇 战姐 一个手掏出泡来 就会碰到你的脸这边 就在坑里的话 在看台的话 应该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我会拍好几次 毕竟 要他持妆是很长时间的 画眉毛上面呢 我只有一个想要告诉大家的 就是不要把眉毛画得太长 就算你平时是比较喜欢那种 很长的眉毛的话呢 再去看演唱会 如果要几坑的话呢 还是画稍微短一点点 因为你眉毛画得越长 就越容易被蹭掉 我是真的有看到过 看完演唱会从坑里出来 就是眉毛后半段已经没有了的那种 因为大家在坑里都很激动 你也不能怪别人 因为你也会很激动 然后你会把手 那个爱走过来了 就会拿起手腹 耐灌铃 然后你的这里就没有了 真的他的手就会碰到你 这个侧面这些地方 所以呢 我建议是眉毛画得可以短一些些 这样子被蹭到的几率会降低一点 这是真的 我觉得几锅坑的同学都知道 那我说的是真的 我真的没有在开玩笑 没笔没啥好说 就是最近我一直在用的卡齐 刚刚定妆的地方忘记说了啊 就是怎么样算定的可以呢 就是你要摸这边 特别是外轮廓这里 你去摸它 你是觉得它是很干爽 然后比较丝滑的那种 你这样去触碰它 它也你手指上也没有摸到粉的 那种程度的话就可以了 鼻影呢 一定要注意用量 因为如果你一旦出汗了 然后汗水就是在你脸上的话呢 你这个鼻影打太重 跟那个汗融在一起的话呢 你的妆容就很容易显得脏 眼部打底的部分呢 我自己是比较推荐大家用这个 Urban Decay的这个眼部打底 以及还有Mac家的那个眼部打底 但是那个我刚刚找了一下 不知道去哪里了 没有找到 两个呢 我觉得都是属于那一种 对你的眼影持妆性上面 是很有帮助的 在画眼妆之前呢 我会说一段比较长的话 是我的真实的一个经验 然后想分享给大家 就是关于画眼妆 我建议大家不要画得太复杂 因为越复杂的眼妆 就越容易晕装 不光是你的眼线睫毛膏会晕 如果你的那个眼影画得很复杂 一旦出汗晕装 颜色的色块它就会打架 本来你晕染的好好的 它很有层次感 过度也很自然 一出汗你那个眼影就会 色块就会变成一坨一坨 在你的眼睛上就会 显得特别的臃肿 我还看过一些追星妆呢 是喜欢画得很bling bling的 比如说在眼睛下面 贴一些星星月亮的那一种 我觉得那种妆容呢 刚画完的时候真的很好看 或者说你是去看一个 那种音乐会是安静的 做的听歌的那一种追星的话呢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因为我自己去的这种呢 都是在坑里 嘿嘿 蹦滴的情况下 好像不太适合 因为真的你进到那个场馆里面 在那个坑里 半个小时之后 你脸上贴的那些什么星星月亮 就全部都掉了 所以其实我跟了这么多场呢 我会比较喜欢用单色或双色眼影 来完成我的眼妆 就是比较简单 万一万一真的 我的idol看向了我这个方向 甚至和我对视了 我还是希望我的妆很稳妥的 至少不要吓到我的哥哥或弟弟们 首先呢 我就是会用一个这样的火苗形的刷子 轻轻的取一点 然后从眼尾这个地方 开始打转向里面 我都是少亮多次的 再换一个这种圆头的小铅笔刷 蘸取一点点 然后刷在眼睛下面 卧蝉的这个地方 没有卧蝉的话 你就想象一下 如果你长卧蝉的话 大概是长在什么地方 就画在那个地方就行了 接下来呢 就到已经到了眼妆的最后一步了 那就是用一个小的刷子 取一个红棕色 什么红棕色的可以不一定是这一盘 你们手上肯定也有红棕色的 也是从眼尾这里开始 眼线呢 还是用的我这个Dust Shop的眼线页笔 这个眼线页笔呢 陪我走过了 看过了很多场演唱会 流过很多汗水 他们哭过 我也默默流泪过 都是用它 从来就没有运装过 真的从来就没有运装过 就是我的Top 1眼线页笔 这次我带的睫毛膏呢 是这个火烈鸟的这个睫毛膏 倩碧的那个呢 因为我觉得用着用着 我的内管感觉它好像有点变干了 然后我没有来得及开心的一个火烈鸟的这个 在我眼睛上面也是不晕装 持久力也很好 腮红最近的真爱盘 这个颜色绝了 口红的部分呢 我个人是比较推荐 YSL的这个黑胶的系列的 因为我这三天用了不同的口红嘛 但是我发现它的持久力是最强的 而且真的不怎么沾杯 我是看完演唱会 然后去吃完海底捞 回到酒店之后 我还发现我的唇装非常的完整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是很追求那个持久力不沾杯的话呢 就很推荐它 但是这个 因为我只有一根407这个色号 这色号呢 我觉得我是喜欢的 但是我希望就是去看演唱会呢 我是画的稍微少女一点点 这个颜色它显得成熟 所以呢 颜色不是很推荐 只推荐系列 那我这次自己比较喜欢的呢 是Tom Frop 的这一个25号色 最后一部定妆喷雾呢 我个人是比较推荐大家用这个 Minani 的 Make It Last 这一个 还有就是 Urban Decay 的那个定妆喷雾 我没有 但是我用过我朋友的 我真的觉得那个定妆效果特别特别好 它就像那一层水在你的脸上 就是形成了一层锁定膜一样 就是会让你的妆容会更加持久 那像我平时自己比较喜欢用的 平时用的 Mac 的这种呢 它就是一个绒妆的效果很好 它会让你所有的底妆都融合在一起 看起来更加服贴 但其实它的定妆能力是比较一般的 那因为我没有 Urban Decay 那我就只能用这一款 我会去买的 那今天的妆容呢就交到了这里呢 我觉得可能跟大家的想象中有点出入 并不是那种非常吸睛的眼妆 但这个真的是我很真实的 我平时自己去演唱会 去追星的时候 就是会化这样子的妆 主要就是追求一个 即使过了很长的时间 即使在坑里跟别人经过了一番搏斗之后 依然可以尽可能保持漂亮的一个妆容 希望是对你们有一点帮助的哦 那这一期超长的视频内容呢 还没有结束 但是我在这里呢 要先跟大家说拜拜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 嗨 大家好 这里是妮可 现在呢我在机场这边候机 我今天就是要 飞去看一个演唱会 那这一期的视频呢 就是录给大家看一个 我追星的Vlog 因为很多人不是都很想看我 去追星的一些活动啊 什么的嘛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哦 今天呢是演唱会的第一天 我在化妆快化完了 然后追星狗早上化妆 看演唱会的必备 就是要放BGM 听到吗 我喜欢的歌声 如果永远都被冲下去 我不认太帅了 但他不会跳渴刷的 我希望能什么会 那这些电影 我们不想渺 ह equal 就能拼好 然后找到了 这些电影 我们不想渺烧的 被星期待 我现在已经到了现场这边了 然后我们蹲在地上 因为我要帮我朋友 就是发一个应援 我们就像农民工一样 超级热超级赛 就躲在一个稍微凉一点的地方 但这个あの地下或者 growl 天方在猪cher中 中美 傻笑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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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100 是一連开 ocas讃剧 約束給我 拒絕對我 我現在就在那一段時間 I promise you I promise you 我現在就在那一段時間 I promise you I promise you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今天已经是演唱会的第三天了 很抱歉的是我昨天没有录到那个video 然后我这个三天 因为今天是第三天了嘛 我这两三天真的是每天结束的都挺晚的 都是十点多快十一点的时候才结束演唱会 所以每天晚上都折腾到很晚睡 看来呢就是熬夜长得逗 所以说如果你是只看一场演唱会的话 你可以保证自己是美美的去看 但是如果你是看这种连续场子的话 基本上就是越来越憔悴的 没有办法就是妆容也掩盖不住的那一种 其实呢我今天是有一点点 情绪上有一些些是微妙的 也不能说很难过 但是因为心里知道今天是最后一场了 我觉得看过演唱会的人应该都会有那种演唱会后遗症 就是看完之后第二天 或者说看完之后那一天晚上会特别的失落 会觉得啊结束了就是感觉像一场梦 我自己是还有一点就是我很喜欢很喜欢 跟我的这一些认识的小伙伴一起玩 一起看空一起吐槽一起开心的那些时刻 然后因为这些朋友他们都是来自各个地方 我像我这次来的这两个朋友呢 他们都是从美国从美国过来的 然后呢他们就是看完呢就应该要回到美国去 所以又要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再见到他们 看完之后会觉得真的有受到感动 还有一种鼓舞的感觉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得到 像我的话看演唱会 会是我一种工作了这么久以来 然后缓解我的一个压力 一个治愈我的这么一个活动吧 然后我看完之后呢我会受到很多感动 然后去思考很多的事情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呢 我会就是更努力的去工作啊生活啊学习这样子 我觉得真的是对我自己来讲 看演唱会真的是非常好的激励我前进的一种方式 做得好 比现在说 做得好 谢谢 面前的将 Ukraine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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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